广东省政府新闻办今天通报 直到今天春运开启一个月 广东水运累计发送旅客881万人次 瓊洲海峡的客流量和珠江日夜游的客流量 都增长超过六倍 姚艾明报导 今年春运从1月7日开始到2月15日结束 截至今日广东水运累计发送旅客881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大约四成 其中往来海南的瓊洲海峡流量仍然比较大 达到324.7万人次增长60.7% 港澳航线客船的复航大幅提升了水路出境的旅客人流 就算不离开广州进入今年 水上交通的客运量也都大幅增加 以春节假期的珠江日夜游为例 就比往年同期增加了六倍多 我爱人小孩也想看一下咱们整个广州的夜景 毕竟在岸上看在水里面看完全不一样 我们广州人是喜欢碳茶的 就是喝茶比较悠闲点 就是在船上是吧 是的 在船上可以拍照的 可以给你 春运期间 广东海事局通过开展摄客船泊 全覆盖检查等手段 保障水上交通安全畅通 去年全年广东没有发生涉及客船 危险品船的水上交通事故 特别运用科技化手段 强化对内河船撞桥的隐患治理 核区内河300总吨及以上船泊共计4729艘 全部完成安装駕駛台智能监控设备 那么今年我们将继续推进这个系统 和我们广东海事的一个监管指挥系统的融合 那么在完成后 可以远程对现场情况实施一个监测 现场情况也可以发挥终端系统 来进行后期的一个分析 分析以前发生过的船碰桥的事故原因 提醒我们企业船舶船员 广州电视记者姚艾明报道